今早的AT各股推介是新秀例1910 簡選原因是歐洲能源危機升級的憂慮 負面因素發酵、風險為納下降 恆指創近半年的低位 目前市況不穩 考慮盈利衡量企業股值的重要指標 適宜關注具有盈利增長的優質股 股份是看好優質股新秀例 受益全球旅遊市度復甦推動產品需求 新秀例上半年的銷售淨額按年增加58.9% 到12億7千萬美元 同期成功紐規為盈賺5630萬美元 對比去年同期是虧損1億4千萬美元 整體業績大幅過預期 管理曾透露7月和8月業務加快復甦 預計銷售淨額可以在今年底達到2019年的水平 並上調2022年全年的銷售指引 預料銷售將會較2019年低10%至15% 好過原來低15%至20%的指引 主要是受到歐洲和美國等地復甦 彭博綜合預測新秀例2022年 盈利預料是1億8千萬美元 安年增長是11.4倍 2023年預料進一步增長55%至2億8千萬美元 2024年增24%至3億4千萬美元 新秀例8月中在業績性預期刺激下 上破年初以來的阻力大約18.5 股價衝高至20.6 創2019年5月以來的高位 走勢轉強昨天收報19.28 過去半個月股價回調整顧 18.5關預料已經由阻力變成支持 策略上可以hold18.5附近吸納 短期上網8月高位20.6 中長線就是參考大行在業績後 給予它的平均目標價25.4 跌穿17.2就適宜減持了 總得以後 賺大約18.5元 年初以外的樓下 要是高位20.6月3日 零出尾 零出尾